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梁耀先生 你们好 我叫任小贤 是正道馆最大的股东 黄乐宗的合法妻子 正道馆最大的股份 在我的手上 我不允许任何人 把正道馆卖掉 任小贤 卖不卖正道馆 可不是你一个人说的算 更不是你说的算 你不是说你找不到黄叔郎吗 他为什么会在这 事实证明 你们两个早就串通好了 绑架了梅超英 你胡说你 麦克 绝对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听他胡说 真是让我们 越来越混乱 新来几个小股东 又来一个大股东 蒋女士还有多少东西 都没告诉我 麦克先生 您听我说 您听我说 我希望我们能 重新做到谈判桌上去 所有的事情 我会全部都讲给您听 你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谁胡说八道了 我看你胡说八道了 你 妈 大家都是有神职的人 我给你点啊 你们先出去吧 这交给我 走吧 妈 走 走 妹 你控住情绪啊 还有你 对的还好 哎呀 我 我不认识 姑娘 我认识 霍芦 我认识 我认识 别碰啦 我认识 你别碰啦 您好 您好 我想问一下 这儿有没有一个 叫没超英的 在这儿煮英雄的英 你帮我查一下 没有 那黄树狼 黄树狼呢 也没有 不可能啊 不可能 不可能 怎么办 我哪儿去了呀 我哪儿成乐宗啊 乐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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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呀 你谁呀 我楚 楚冠义 楚 楚冠义 和 不是 我和您 对打过 不是 我不认识你 我找 我找乐宗 你也走 我找乐宗 不是 是乐宗的媳妇 让我来找您啊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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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乐宗吗 不 别打了 我 你们都可以 不 别打了 妈 你 我认责这个 是 老宗 相信你们也已经做过调查了 目前正道馆的股权所有 确实不在梅超英本人的手上 而是在他的儿子 黄乐宗的手上 黄乐宗失踪以后 所有股权自然就转移到我的身上 所以我对正道馆的命运 有着绝对的发言权 就算你是正道馆最大的股东 而现在我才是正道馆的首席 我手上有前任首席 梅总的新笔授权 上面你可以看到 我有权管理正道馆所有的事务 可是这辈授权书 是在梅总一时不清楚 病重的情况下签署的 并没有任何法律效应 对 我妈已经在一个月前出现了 记忆不清楚 说话颠三倒四的情况 而且现在人不见了 我怀疑就是这两个人 把他弄丢的 不 是把他绑架的 说话要有证据 我这有一本梅总的匿记 它上面记录着 是他自愿授权给我的 而并非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大家 你不要忘了任小贤 你已经跟黄乐宗离婚了 你说你是最大的股东 梅总 你不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事情吗 是 我的确在离婚习义书上签字了 可是乐宗他没有 所以在法律上 我还是他的合法妻子 志位先生 您可以签下这份合约 但是明天 您将会收到我的律师 发给您的律师函 中国人讲究买卖不成仁义载 我不希望我们下一次见面 是在法律上 门口胡言 麦克尔先生 你听我的没错 咱把这习习牵了 什么事都没有 他是在吓唬您 像您这样的人大放大浪 您经历得多了 还能被这小丫头的几句话给影响咯 就是啊 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情况 很多东西你没有给我们讲清楚 而且这份财务报告 我们已经看了很清楚 按照每一个人的判断 我认为账面过于干净 有重新做过的嫌疑 是否受够 我们还要进行一次的调查 以后我们才会有机会 可以回答 麦克尔 麦克尔先生 麦克尔先生 你给我记住 正道馆我是卖定的 你能拦着我第一次 你能拦着我第二次第三次吗 那你就试试看 你也给我听清楚 只要有我在 我不会让任何人把正道馆卖掉 走着瞧 你们这两个臭亚子骗子 真是害人哪 害了我无所谓 可你们把正道馆所有的股东都给害了 也把你们自己给害了 现在正道馆没有没仇应 正道馆争不了几天 哪有什么前途和伟大的理想啊 你们这群傻子 你干什么呀你 我告诉你你错黄叔老 正道馆不是靠我妈一个人撑着的 只要有我和小贤在 正道馆就不会的 好 你们等着 小贤 小贤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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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只要有我在 我不会让任何人把正道馆卖掉 这下我放心了 儿子 你太高兴了 你这么赏神 你去哪儿了呀 我想死你了 我们也特别想您 那你想我怎么不回来呀 我这不是回来接您了吗 这不光我想您 还有那个儿媳妇 袁小贤也特别想您 但是我想你 乐总 我真想你 你别难受 您说您别哭啊 我还想得也能做 你怎么一走这么长时间呢 你不想我呀 想想想 特别想 这 这 我们这不就回来接您了吧 我回来接您 然后您那个儿媳妇 也特别想您 也 对了 让我 你有媳妇了 你叫什么 早有了 任小贤 对 任小贤 您媳妇 对 你媳妇 对 我媳妇 您的儿媳妇 也特别想您 她在哪儿呢 上班呢 叫她回来 让我来接的您 叫她回来 您回去就是她 我想见她 没问题 没问题 我想见她 走 没问题 到家了 好呀 你以前 家不这样啊 那电视原来不在这儿 你换地方了 对对对 换 换店了 您快进去坐 对 原来你好像摆在这儿了呀 试试 试试 行在这儿厨房 我知道了 就你隔着段时间就想换一下 然后就 那个新性感 对 我也是这样 就老像搬了新家似的 换个点白白 妈 您先坐 乐总啊 乐总 对 哎呀 儿子 你怎么还这么乱呢 一天到晚 真的屁股厚收拾啊 对 妈 你瞧瞧就这 妈 妈您别动 我来 我自己来 我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哎呀 你这一 一天到晚跟你屁股厚收拾啊 您 您说得对 哎呀 我这毛病就是改不了 哎 你说这娶了媳妇 怎么还这样呢 这个 对 人 人 小贤 对对 媳妇 人小贤 对 哎 她呢 她上班去了 一会儿就能回来 你叫她回来 我来了她还不回来 那 那我给她打电话 哎 哎 您坐会儿 给您倒杯水 哎 回来我得批评批评她 你说把家弄成这样 你单身没媳妇的时候这样 这样我 我能放心吗 我批评她 怎么办 我批评她 我现在给她打电话让她回来啊 她如果她没下班就别 下班就回来 不 女人下班必须及时回家 不然容易出事 你知道吧 您放心 您儿子这么帅她出不了事 对 她可爱您儿子了 我现在给她打电话 哎 这小子真能吹 妈您坐会儿啊 哎 我给您倒杯水啊 好 儿子 哎 你妈不跟你说了吗 不能总喝酒 喝酒开车就特别危险 我记住我不能酒驾 这不对 喂 小贤 咱妈回来了 咱妈 对就是没照应啊 我跟你说 我现在的身份是乐宗 什么乐宗 什么咱妈的 我怎么弄不明白了 记住了 你赶紧回来 请问别说了 喂 喂 喂 你现在手大了 就不会玩了 小时候没小手一翻 这小时候都是 妈您 您教我 但是一到江洛伞那 你就不会了 就是这样 一下那你就不会了 是 妈我开门去啊 那个 肯定是您儿媳妇回来了 小贤哪 啊 梅大师 梅大师 叫什么呢 没事 什么了 叫妈 不 梅大师 你不都结婚了吗 妈 妈 小贤哪 妈真得说你两句 你看你这家造的 怎么那么乱哪 要从原来单身的时候 这样还有情可原 现在结婚了 你当媳妇的 你都干什么了一天哪 下班也不及时回来 快做饭去吧 我都饿了 乐宗也饿了吗 饿了 那个让小荀给您做 您最爱吃的那个 打卤面 对 打卤面 做饭去 快去 好好好 快点快点把饭做好 我还得批评批评你呢 马上 娶媳妇不干活干吗 是 对的妈 我现在是乐宗 咱俩两口子 借起来了 也不知道啊 反正有一打我一打 一会儿 问我是不是乐宗 一会儿你问我是谁 那怎么办啊 那总不能一直这么下去吧 那你先这么演着呗 要不然他有恢复机 你别想那么多啊 我可不想占你便宜 我这我这我这是帮你 我根本没往那儿想 我就是觉得 把他一直放到你这儿 不方便 要不一会儿我把他带走吧 你现在把你跟夜晚 还住在一起呢 你啊 他怎么跟你们一块儿住啊 反正我这儿有风 现在这儿养着 都烤得差不多 再把他带回家去 陆子 别整咸了啊 妈 我知道那个不咸 那个多加鸡蛋是吧 不是 别整太后了 再喝水 没关系 让您儿媳妇 给您烧水喝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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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盈儿啊 我说你这个脾气 能不能控制一点啊 那你对儿子也太凶了 弄得孩子都不敢回来看你 再说这样下去 对身体真的不好 我就愿意身体不好 怎么了 这多大了 怎么还像小孩呢 我就是孩子 怎么了 来来来 我回来了 我说你 不是跟你说好了吗 等你妈妈这两条消消气 再回来 怎么就不听话呢 什么意思 我这是快捷酒店啊 想回来就回来 想走就走啊 妈 你真生气啊 我可不敢 我不是那公主命 我也不敢得着公主病 别生气了 都这么长时间了 你怎么 生什么气啊 别跟我废话 有什么事赶紧说 什么事 说 我这个 妈 我们俩回来 想给二位 报告一个特别重大的事 妈 那个 点点啊 怀孕了 妈这次是真怀孕了 真的 我说你们俩可真行啊 你给我儿子洗脑子吧 有毛病吗 你们俩都 一会儿说怀一个 一会儿说怀一个 下猪子呢这是 骗谁呢 不是 妈 这次是真怀了 爸 这次真的是真怀了 叔叔阿姨 你之前是 是我不好 是我说谎了 但这次我真怀孕了 千真万确的 谁信呢 我告诉你 雷公公都不相信 你说的话 你听 你看看 你看看 别说谎话 小心遭雷批 不是 妈 我跟你说 阿姨 狼来的的故事 你们听过吗 再说了 你们老没见人说的话 能信吗 当妈的 一天到晚的 装神经病玩 没事吃饱撑着找事 啊 当爹的 把自己的儿子当孙子 这来一闺女 没事装怀孕 有这么不嫌害臊的姑娘吗 爸 我跟你说 这次我们俩子 找他妈的路上 我真的验过了 阿姨 叔叔 是我们家不好 我们家之前做了很多 对不起小贤的事 但是这跟孩子没有关系 我真怀孕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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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过了 真验过了 是怀了 告诉你啊 我不信 你们该走人走人 该干嘛干嘛去啊 别人在这儿一天吃饱 撑着来骗我了 走人 不是 妈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骗你啊 怎么没骗我呀 怎么骗你了 这说的就是实话 阿姨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应该骗你第一次 第二次还不要脸的过来 跟你说我怀孕了 我特别不要脸 我抱着你 任小军 我对不起你 我不能跟你过一辈子 我不能跟你生孩子 你放开我 弄太气了 走什么都啊 外边下那么大的雨 这要是浇坏了 对大人对孩子都不好 什么呀 他们俩所有你都信的 走 走 别在这儿装 别在这儿跟我演戏 你干嘛去啊你 走开 干嘛去你 妈 我告诉你 太过分了 没你这么干的 那怀孕是你亲孙的 你不要了 你不要了 姐姐 你还在这儿坐着干什么呀 送我雨伞去 慢一点 小军啊 等等我 带上那儿伞 我去衣服 我去衣服 快一点 小军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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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我还呢 小姐 小姐 你别跟着我 小姐 你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不要你跟着我 你放开 你回去 不要你跟着我 你是我老婆 我不跟着我跟谁啊 谁是你老婆 我一辈子都当不了你老婆 我说你是我老婆 你就是我老婆 他们已经结婚了 结辈子你就是我的人了 你知不知道 我说你今天是你老婆 这家是你老婆 我是你老婆 我叫你老婆 你老婆 那很多都要是你老婆 算你老婆 你老婆 你老婆 很多都要你老婆 你老婆 我个人老婆 你老婆 你老婆 怎么找不着啊 这弄得我都摸你的了 这还 儿子 睡着了 儿子 儿子 我说小贤这 这该真省啊 怎么擦脸油都没有啊 最后就摸你那个了 擦脸油 那个 用完了 小钱还没买呢 这孩子倒是挺会过的啊 对 好媳妇 特首 乐宗啊 乐宗 妈 你说我有时候瞅你就像 就像不认识似的 其实就是你长大的 长大了 你别哭了 妈不哭了 我儿子在您身边 妈高兴 高兴还来不及 我一直陪在您身边 我是您的好儿子乐宗 好儿子 你爸呢 他去哪儿了 好像有日子没见着了 我 单位组织旅游 泰国 上泰国去了 泰国不就说有人妖 都为了看那晚上去的 您放心 就是一个男的把自己弄的那个 不 是 所以您放心 我爸去那儿什么错误都不会犯 爸有说真有点话 你们是不知道 就是有你之后好点 不能 怎么不 你还有我知道啊 那就是有点话 妈 我告诉你啊 我爸这辈子就爱您一个人 他最爱你 那也爱您 因为您生了 生了我这么个好儿子 小贤呢 上 上班啊 不是 他昨天晚上好像没在家里睡似的 不是 孩子 你怎么出汗了呢 妈 怎么热呀 是是是 小心 我想 我想起来了 小心昨晚家夜班 他还没回来呢 三班岛 是三班岛 现在怎么还有三班岛呢 老板太黑了 他干什么的呀 嗯 他说他最近换了个工作 说想给家里多挣点钱玩 今天跟 不是 我没 我还没明白 怎么什么 我 我乱了 什么就加夜班啊 别乱别乱别乱 我回去跟他说 那别再加夜班 行吧 不是 加夜班身体不好 不能要孩子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 是啊 就紊乱了 对 对 儿子 你怎么也失调啊 门铃讲了 小贤回来了 儿媳妇回来了 怎么呢 小贤 我 你妈找你 妈 小贤 回来你回来正好 妈问问你 你到底干什么呢呀 妈刚才就一下子梦入了 就想不起来 不是 你是哪个队伍的 哪个队伍 不是 就是你是护士 妈的意思就是 你昨天晚上为什么加夜班 没回来 对 我说加夜班 对 怎么没在家里住 我就不明白呢 我加班 妈 什么工作还得加班啊 护士啊 我 我是护士 妈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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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你是跳舞的 对对 妈 我是跳舞的 你 你跳舞不是演完出去回来 怎么能夜不归宿呢 那个 乐总你过来 来 不行就给他换个工作 你这样怎么行呢 你们得要孩子了 什么呀 大青药 到你们这岁数不都得生孩子了 我跟她 你不跟她跟谁生 这不你媳妇吗 你这孩子不是傻了吗 妈 不着急 急 妈急 爹 多大了呀 你跟我说啊 其实小杏年纪还 还不大 我们可以再等等 谁不大呀 你看我这岁数不都有孙子了吗 我看他们都抱着 我也想抱 儿子 不说了 这事就这样 你把她换完工作之后 你们俩就抓紧时间好不好 这生男生女妈都不在乎 只要是 是咱家的根就行 你看 小杏 我跟你爸就乐总这一个 是吧 要女儿也挺好的 要是长得像你这样 让妈从小给她打门漂漂亮亮的 是不是 但是要是如果能生个大胖小子 是吧 就像乐总这样 这么帅这么啥 我更高兴 要一下生俩 那不是万事大吉 你一下子就完成任务了 不用说再考虑什么 对 男啊 女啊的 对 超额完成任务 而且爸 我跟您说 不管咱 咱怎么样 咱 咱得把身体养好 才能生孩子 是不是 但是您先得 让我们把饭吃饱吧 晚上我们努力 在那个 生孩子的事 你看她把菜都买出来 都快凉了 妈给你一块儿吃 对 一块儿吃 一块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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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得好 这样 谢谢 蒋哥 还有你 王叔了 我给你们一天时间 搬出梅家别墅 凭什么呀 有话好好说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这是最新的 DNA鉴定报告 被你们买通的那个人 已经交代了 你们所有的来往过程 我献你们一天之内 搬出梅家别墅 还有 政道馆的办公室 你们也必须赶快搬出去 这个我做不到 因为我有梅总的授权书 在法律上 正道馆必须由我来管理 没错 现在正道馆 依然是蒋总输了算 我怎么一天 把你都轰出去 梅川芸现在回来了 收购了失败了 孩子的DNA他们也掌握了 我们现在什么筹码都没有了 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玩什么玩 什么是女人见识 我们收购现在失败了 孩子的事也穿帮了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孩子不是黄罗宗的是你的 我现在拿什么跟你想想去竞争啊 我现在留下来 这身丢人现眼了 丢人现眼算什么呀 这大丈夫要是没张厚脸皮 还谈什么事业 事业是业 你就知道你的事业 不行 不行 我们已经没路可走了 输了 输了 我们走吧 你手上不有一些股权吗 把它卖了 卖了多少 能换点钱 我们换点钱吗 你少说桑球 我起码还掌管这授权数 公司还有大部分的人 你怕什么呀 咱们起码还具备着 跟他们一拼的资本 可 可是我听说 我听说 我听说 倪超英她已经 记起一些东西了 她万一要是把我们 那些我们干的事 她全记起来怎么办呀 那我们今晚就赶回北家 一定要把任小仙的 没关洗衣术成功 好 知道 知道 别慌了 师傅 睡了 睡了 你说你妈 她怎么病得这么厉害呀 她这思维跳得也太吓人了 一会儿动一会儿息 一会儿遮一会儿纳涂 我都怕我真是 真是招架不住 委屈你了 师傅 不是 不是委屈 我 你说她问我这么多问题 万一我哪个问题 要答得不对 就穿帮了怎么办呀 你要不这样 你再转两天 我想办法把我妈弄到我那儿去 行了 弄你那儿去 你能把她怎么着啊 还是让她踏踏实实 在我这儿待着吧 我想我能够 把她照顾好 我也觉得你能 真的 你看 为什么呀 你能体会演戏的呀 我 你没看她 刚才问我那些问题 炸了我这满头都是汗 我还会演戏呀 我都急死了 我先走了 走吧 放心啊 没事 谢谢你啊 师傅 跟我你还说这个 我怎么就成黄乐宗来了 江哥 没事 哎呀 干嘛呀 你慌什么呀你 你到楼上去找 我到楼械去找 这离婚协议书啊 肯定藏在家里 我知道了 你把底下找清楚再说吧 行行行 来 来 是 是 有没有啊 你找到了吗 没有 你怎么样 找到了吗 我也没有啊 怪事呢 是啊 那席柜你看了没有 走走 没超英的 你看看那边那边 是 那边的酒柜我已经看过了 它不可能放到沙发上来 找没超英多聪明 滚意识 他们全家人都是这样 你快想到有用了 你笑什么紧张 想想吧你 笨死了 席柜没有电视柜我也看了 大衣柜所有的 我看了都没有啊 人不快点想 安晓 你等等 相框 相框 离婚邪书肯定藏在相框里面呢 那快去找啊 好多呢 快走啊那快找啊 好多啊 快去找 快走啊 快走啊 那边好多呢 抽屉里也有 唉 仔细一点啊 唉 好 好好打开 唉 有了 真是可怕 你故意的是吧 什么故意啊 还有啊 就是没有啊 没有啊 蒋哥 嗯 咱是不是很有什么地方 没找到啊 都在这儿了吗 照片里头没有 难道是我判断错了 唉 蒋哥 咱分析一下啊 梅潮英啊 特别反对任小贤和黄乐宗离婚 这就说明 梅潮英一直在等着黄乐宗 难道跟黄乐宗 你是说 是柳宗的照片 那 那这哪儿来的 不是 走走 走走 唉 唉 唉 这都有一丑了 这就是柳宗 二十几年前的照片 唉 唉 还不知道能不能见到她 唉 赶紧看吧 唉 唉 找到了 来 蒋哥 嗯 任小仙和黄乐宗的 离婚尾头书啊 我都已经尾字好了 明天哪 你就拿着这份协议书 以委托人的身份 到民政局去办理去 啊 明白了 好 我明天就去 喂 艾芬 你看 这门怎么开着呀 咱们看看 看看 看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啊 唉 我们三个人啊 你们四个人去找 怎么办啊 唉 怎么这么乱啊 这四个人 这四个人啊 什么的玩意儿 唉 осто法看 妈 这楼上楼下 我们俩都看过了 被他们翻得乱七八糟的 她们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妈 你看 这幸福老眼熟啊 什么东西藏了这么隐蔽 都能让她们给翻出来 她们这个吧 这是什么 离婚协议书 当初讲歌来的时候 小鑫写过一张什么 放弃财产的声明书给超英 我还让她装在这个信封里呢 对 就是这个信封 她们要这个干嘛呀 你吓坏 她们肚子好快 我们赶快去找她们 快快快 快快快快 江哥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你 你想干嘛 这大庭广众之下 你给我注意点啊 你想干嘛 把东西拿出来 什么东西 小贤的离婚刑意书啊 小贤的离婚刑意书 是在我这儿 可是这是我婆婆让我来办的 再说了 这是我家的事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 我真不要脸 你们家 你算老姐姐 这是我们老妹家的事 拿出来 我带着跟你们废话 起开 妈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你想把小贤的离婚协议给办了 你就可以独自一个人 把我们家的正道馆给卖了是不是 正道馆的授权书 是我婆婆给我的 自然是我说的算 轮不着你们在这儿说话 要我动手是不是 你拿我拿 你给我 走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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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平抢呢 我还在干什么呀 你干嘛呀 给我 你给我 给我 你想独自发占我们老雷家的财产 做梦去吧你 你还给我 天赐 我撤了 你们俩干嘛 这回 你的小帅们算是当着包 去吧 走 走着瞧 喂 姨妈 小贤 我把那的狗男女给轰出去了 赶快带梅大师回来住吧 真的 那当然 我把你的那个离婚协议 也给抢回来了 没有这个离婚协议啊 这回 他们想卖那个公司 就卖不掉了 那还好了 那我们马上收拾收拾 带我妈回去 好 等你们啊 嗯 好 哎 朕想好了吗 想好了呀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走 小盈儿啊 又炸了 今天你这可是炸了第三针了 你这是给我缝扣子呢 还是自己再多了真准吧 咋的了这是 这您这气要不顺呢 喝凉水都吸一样 不能总这么气着呢 这身体要气 爸 爸 爸 别人这回来了 您 来来来 坐下说话 不不不 爸 你坐你坐你坐 你坐 你们俩二位坐好就行 我们俩站上就可以了 妈 妈 你们 不是铁了心 不回来了吗 妈 你怎么可能铁了心不回来 就我们 我们这不是回来了吗 回来不就为了父亲请罪吗 妈 妈 您坐直了啊 爸 您坐好 我们错了 请你们原谅我们 请你们原谅我们 我们的